接下来带您来了解高雄市的失智据点 由与人幼儿园改制成的乐活学堂正式启用 成为为左营社区失智长者照护的据点 并提供轻度及中度失智的医劳资源 为患者减轻照护负担 天主教圣工医院院长杨依华 也向大众说明到高雄市目前的失智据点有哪些 日照中心纯粹是为服务失智 大概轻度到中度失智的长辈 这边的话是轻度的 包括照顾他们的家属 因为家属怎么照顾失智者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这地方是一个据点 另外下礼拜一在医院里面 我们有叫阳光大厅 我们也是开放这样一个地方 就是为林雅区的长辈跟家属们 提供类似这样的服务 所以我们算是有三个不同的地方 来为特别为失智的长辈服务 失智症的人口逐年攀升中 而浩发的年龄更落于85岁 希望能借入失智据点的建立 除了帮家属分担照护的压力 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失智症 使得失智症能被国人首重视 而天主教圣工医院 目前也朝着失智照护的方向持续努力 十方新闻洋日带 简余林高雄采访不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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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